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另一位也去世了 按照习俗 是要打开先去世那位的目的 把老两口葬在一起 就叫合葬 我的这个故事里 是一位老大爷先去世了 多年后老太太也去世了 还好老太太的儿子挺孝顺的 一切都按照当地的风俗来办 所以也是要去开坟合葬两位老人家 而具体动手操作这件事的 都是老夫妻儿子和他的朋友 我们村子很小 基本上家家都认识 有这种事都会尽量去帮忙 然后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登场 仅于他嘴倩的特性 我们就叫他小倩吧 小倩是个标准的北方农村汉子 绑大腰圆 粗枝大叶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说话没个把门 开坟的时候是用铁锹手动挖开的 因为有些年头了 土都结实了 所以挖得挺费劲 挖完之后就是把老太太的棺材放进去 放到老爷子旁边 然后把土重新埋上 当时大伙都挺累的 毕竟是纯粹的体力活 而且棺材挺沉 加上环境需要 所以都很沉默 没有人说话 这时候 小倩可能是觉得气氛太沉闷了 便开始开玩笑调侃 冲老爷子的棺材说 大爷啊 这些年在地下委屈你了 怪孤单的吧 俺大娘这就下去陪你了 你就不用在下面招老伴了 巴拉巴拉之类的 老太太的儿子有些尴尬 可是毕竟小倩是来帮忙的 也就没说什么 旁边有些看热闹的妇女 听了小倩的话都笑了 然后小倩看有人捧场就继续嘴欠了下去 一直到合葬完成 合葬是在上午进行的 整个过程结束后也基本到中午了 护主家里馆饭 小倩他们几个亲自动过手的乡亲应邀吃了感谢酒席 席间小倩喝了几杯 下午没啥事就回家睡觉去了 结果这一睡就睡出事了 按照习俗 老太太下葬完 当天夜里他儿子不可以睡觉 是要通宵首夜 临棚还没撤 要再守最后一夜 第二天车棚 然后整件事就算结束了 他儿子就找了三个人陪他打牌 打发时间 在农村 打牌通宵是常有的事 然后他们打到夜里快一点的时候 小倩的老婆忽然哭喊着 跑到老太太的儿子这边找他 见到老太太的儿子就跪在地上哭 边哭边说 小倩被白天下葬的老太太上身了 让老太太儿子赶紧去看看 对于当时的农村来说 娱乐活动很匮乏 那是最先进的家用电器 也就是彩色电视机 一个村子几条街 根本没有彼此不认识的人 在小倩老婆终于把事情说清楚以后 老太太的儿子二话不说 就往小倩家跑 另外一起打牌的哥仨 本着看热闹不行是大的原则 赶紧回家叫家人邻居过去看热闹 村子本来就小 美式也基本都是平房 农村的深夜是很安静的 结果一闹腾 动静大了 起码半个村子的人都去了小倩家 当时小倩家屋里院子里几乎挤满了人 大家知道有热闹可看 都挺迅速的 因为我和我哥去的比较早进到了屋里 所以有幸见到了全城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 小倩盘腿坐在床上 闭着眼 神情动作都跟老太太是一样的 嘴里发出的声音也是老太太的声音 老太太的儿子跪在地上 听着小倩数落他 其实就是上身的老太太数落他 老太太数落儿子数落了很久 大概就是说嫌弃儿子交友不慎 教了小倩这么个嘴欠的玩意儿做朋友 人家老头子在地下一直等着老太太 根本就没有找过别人 本来老头子还生气了 想亲自上来收拾小倩 但是让老太太拦住了 老太太怕老头子闹出事 小倩就那么在床上坐着 嘴里发出老太太的声音 一直数落着老太太儿子 偶尔会有些抬手之类的小动作 据说跟老太太也是一样的 我对那个老太太印象不深 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完全跟那个老太太一样 但是小倩当时的样子和说话的声音 就是个老太太 老太太的儿子一直跪着听着 只敢不停地哀哀地答应着 不敢说别的 小倩老婆一直哭 后来也跪下了 跪着不停地哭 还巧声跟老太太儿子求情 老太太儿子可能也是觉得老太太差不多消火了 就大着胆子问老太太还有什么要求 又替小倩说了几句好话 求老太太放过小倩 老太太想了想 说让小倩家里给钱 小倩老婆说给多少 老太太就说 你们看着办 然后这时有个懂一些这些事的老人 就跟小倩媳妇说 赶紧去买明币 上老太太的坟钱烧了 多买些 小倩媳妇赶紧叫上几个人 陪着去买明币 那种卖纸扎明币一类的店铺 都是24小时营业的 不用担心 因为深夜会买不到 然后我们和老太太的儿子都在屋里没走 被上身的小倩还在叙叙叨叨地说着一些话 过离会 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吧 小倩忽然笑了一下 然后说了一句 行了 我走了 然后一头再到床上就睡着了 又过离会 小倩媳妇回来了 小倩媳妇和老太太儿子对了一下时间 老太太离开小倩的时间 基本跟小倩媳妇在坟底烧纸的时间吻合 然后大家就都很安静地看着好像睡着的小倩 过离会 小倩的呼噜声渐渐响起 然后小倩的媳妇就去拍了拍小倩 当时大家都在 可能仗着人多吧 小倩的媳妇也镇静了许多 大着胆子咬了小倩几下 把小倩咬醒了 小倩一睁眼吓一跳 不知道家里咋来了这么多人 然后被上身的这段记忆是完全没有的 在小倩的记忆里 她自己一直都是睡着的 然后确定小倩恢复正常以后 大家就散了 接下来的几天小倩一直无精打采 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有人说小倩是伤了元气 要休养 那件事之后 我们村里的人都很相信 世界上真的有鬼魂这种事 而我自然也很相信 说起这个故事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前女友 她的老爷在头七那天回魂 真的伤到了人 那个故事就有点恐怖了 父子之间的仇恨竟然真的到了 做鬼都不放过你的地步 也不知是可恨还是可悲 但一切都是因果报应吧 既然说到前女友的老爷 那么第二个故事就说这个吧 03年初中毕业以后 我从老家河北跑青岛 后来读了一所野鸡大学 大概是在08年前后交往的那个女朋友 就简称她小美吧 小美是青岛本地人 家住市区 不过老爷姥姥和其他一些亲戚住在郊区 一个叫承阳的地方 我和她看望过老人家几次 她的老爷是老年痴呆 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她姥姥人很好 特别慈祥善良的一个人 在我们交往一段时间以后 有天她的老爷身体忽然不行了 因为我和她并没有结婚 只是男女朋友 当时的年纪也不大 我就没能去看望老人家的最后一面 简单说一下 她妈妈那边的家庭构成 小美她姥姥姥爷 有一儿两女 儿子是大哥 小美妈妈排第二 另外还有就是小美的小姨 小美妈妈和她小姨都嫁出去了 老人家的房产 留给了唯一的儿子 就是小美的大舅 按理说 她大舅给二老送中无可厚非 但是她大舅把不孝二字贯彻到了 简直就是一个境界 很多事就不多说了 后面大家会明白 她大舅事情做得有多绝 小美她老爷时日 有一天犯糊涂后 自己走出了家门 走了一段路后 不知怎么的摔倒了 摔得很重 起不来了 幸亏没出那一片区 有个邻居看到了 赶紧给她大舅打电话 她大舅好像在上班 就让她小姨去管老爷 顺便说一下 小美她小姨 嫁了个土豪 家里条件挺好的 所以一有需要钱的时候 她大舅就想着她小姨 她小姨自己有车 开车送她老爷去医院 料理了一段时间 基本就接近植物人了 又送回家休养 那个家现在就是她大舅家 她大舅那个不乐意境 就不用提了 但是她大舅也实在 说不出别的 就给她老爷 放到家里的一个北间 当时小美跟我说 这些事的时候 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大冬天的 北间也没有 一丁点宫暖的设备 老太太守着老头 小美说她老爷 几乎不能动 她姥姥的手都是冰凉的 平时除非是亲戚去看的老爷 不然她大舅就把两个老人 关在北间 还不让开门 真是中华好笑子 然后她老爷 没能熬过整个冬天 那天她老爷 明显看出不行了 让医生来看 医生的意思就是 放弃吧 然后就是所有人 都在等老头子 咽最后一口气 在他们那里有个说法 就是老人家 咽气的时间 是跟老人家的后人有关的 那个词叫做流泛 具体记不清了 大概就是说 如果老人是早上走的 就是给孩子留三顿饭 上午走的是留两顿 下午走的话是留一顿 过了晚上 好像是八点走的话 就是不给孩子留饭 这个所谓的留饭 就是等于老人家用生命 让孩子后半生好过些 留得越多 孩子以后就越富贵 那天也很神奇 他老爷一早 医生就宣布不行了 老头子硬是一直挺着 没咽气 过了中午 他大舅就开始烦躁 不耐烦的样子 如果不是好多亲戚在 估计他大舅都有 掐死老头子的冲动了 然后老头子愣是挺到了 刚过晚上八点 这才咽了气 据说老头子咽气前 还诡异地笑了一下 不过也可能是 小美他们的心理作用吧 之后小美他们就看到他大舅 也就是他姥姥姥爷 唯一的儿子 只有一脸歇斯底里的愤怒 根本没有失去父亲的伤心 据说他大舅气得都哆嗦了 要是他大舅身体差点 估计能把自己气得脑溢血 但是毕竟王者伟大 现在主要的就是给老人家料理后事 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家事就不多说了 重点是头七那天 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 老爷子头七那天 正好是他大舅生日 谁都没想到 他大舅竟然把自己的生日 看得比老爷子的头七还重 那天他大舅客厅的场景是在一个位置的 两根白蜡烛中间是他老爷的一项 前面摆着一些供品 他姥姥在北间房门关着 小美一家和他小姨一家 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 他大舅和舅母 还有他大舅的一双儿女 欢天喜地地准备着他大舅的生日蛋糕 各种韭菜 时间到了晚上 天黑了以后 具体几点就不清楚了 然后各种诡异的事就开始了 先是他大舅家养的狗 莫名冲得墙角狂吠 然后房间里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 具体是谁的孩子 我不记得了 当时小美也只是随便提了一嘴 那个孩子就开始盯着狗叫的方向 哭得撕心裂肺 还用手指着那里 所有人都感觉到气氛不对了 唯独他那个勇敢的舅舅 一脸大无畏地 让他孩子给蛋糕插上生日蜡烛 当时他大舅还保持着很开心的样子 在那个孩子哭 狗狂吠的环境下 他大舅的笑也是争宁可不的 小美说 他感觉到他妈妈和他一样 感觉到恐惧了 他小一家里人的表情也不对劲 唯独他大舅一家 就好像没听见狗叫似的 欢天喜地地唱了生日歌 然后他大舅吹灭了蜡烛 他大舅那两个倒霉孩子 还一个劲的鼓掌 然后他大舅准备切蛋糕了 他大舅拿着蛋糕刀 刚站起来忽然不笑了 站在那里呆立不动 表情痴呆 这时 关着的北间房门 忽然被他姥姥打开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姥姥当时的表情 是所有人都没见过的凶恶 当时他大舅是后背对着北间 他姥姥出来的方向 忽然他姥姥大喊了一声 他大舅的全名 那种称呼的语气和用词 都是他去世的姥爷所特有的 老太太喊了他大舅的名字 声音大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唯独他大舅还是一动不动 然后他姥姥说了一句 打伤你的狗腿 然后大胯步走过去 推了他大舅一下 他大舅软绵绵地就倒下了 然后老太太就开门往外走 他妈妈和小姨他们 就去拦他姥姥 他姥姥干手 但是当时力气大的 竟然谁都拦不住 然后小美他妈妈和他小姨 就冲出去跟着老太太 竟然需要小跑 才跟得上老人走路的步伐 这个瘦弱的老人 从没有过这么好的体力 一直追到一个地方 老太太忽然瘫倒了 他小姨吓坏了 因为老太太瘫倒的地方 正是他老爷当时摔倒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 当时是他小姨去接的 老太太并不知道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 叫做小神仙 小神仙大我五六岁 故事发生时 我大概十岁左右 我还记得那几年 村子里发生了许多大事 比如香港回归 比如小神仙 小神仙原本是个普通人 十五六岁 那个年代 那个年纪很多人 都是在辍学的边缘了 有的家庭条件允许的 或者父母有心结的 都会想办法 让孩子继续把书读下去 那时人们还相信 读书是唯一出路 小神仙的家庭条件 并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几乎就不去学校添乱了 时常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满村跑着玩 打发日子 在那个足球乒乓球都属于奢侈品的时期 谁手里能有个玻璃球 就算是富二代了 所以大伙也没什么可玩的 就是瞎跑 有一天 小神仙跑着跑着 忽然看到地上有梅金戒指 款式古朴 很大气 捡到戒指后 小神仙就随手戴在了手上 好像是中指 戴上就摘不下来了 无论怎么用力都摘不下来 后来干脆也不管他了 小神仙和小伙伴们继续玩耍到傍晚 回家吃饭时 他妈妈也试着香给他弄下来 没成功 据说用香油抹在手上润滑后 就可以摘下来 可是小神仙妈妈没舍的 就想等第二天再看看 第二天天一亮 小神仙就告诉他妈妈说 他做了个梦 梦里有个老道士 跟他说 他被老道选中做弟子了 老道会传他法术 老道问他想学什么 小神仙很孝顺 跟老道说他妈妈腰不好 他想学治病 老道是很满意 觉得选对人了 就叫了他治病 小神仙跟他妈妈说完这个梦 他妈妈没在意 觉得就是个梦 但是小神仙觉得 不只是梦 于是就按梦里老道士教的方法 在他妈妈腰间摸了两下 对 没错 他妈妈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走路也有劲了 以上都是小神仙的亲戚 和他的邻居传出来的 然后咱们进入故事 村子很小 那时类似于这种新闻 在我们村子的传播速度 不亚于网络的力量 一传十时传百 家家都知道了 然后因为本身也都认识 于是有个头疼脑热的 就去找小神仙 血食治好了 之后有些慢性病 或者疑难杂症之类的 也去找他 小神仙如果不会治 就会详细问清楚病人的病情 然后说一句 晚上我问下我师父 你明天再来 病人第二天再去 基本小神仙都会给病人很满意的答复 即使不能痊愈 也会有明显的好转 我那时已经记事了 很清楚的记得 有不少人被小神仙治好 都感恩戴德的 说到这里 就要说一下报酬问题了 小神仙从来分文不屈 因为据小神仙自己说 他师父跟他说过 给人治病一方面是修炼 一方面是积德 总的来说 就是要求小神仙免费给大伙治病 绝不可以收任何好处 这一下名声更传开了 十里八乡的老百姓 有需要的都来找他 小神仙一直坚持不收任何好处 直到有一次 他治好了一个外乡人的多年晚级 那个外乡人 按说病得并不重 只是家里太困难 没钱去正规的医院 没想到竟然被小神仙免费治好了 外乡人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一个劲给小神仙磕头 说什么也要给小神仙一些好处 最后小神仙实在拗不过 就收下了一些外乡人随身携带的农服产品 大概就是地瓜之类 在农村特别不值钱的东西 过后小神仙说 他夜里问了师父 师父说 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适当收一下 一方面来说 这个并不值钱 卖也就卖几分钱 再一个收下了的话 相信病人的心理也会好受些 这个时期 来找小神仙看病的人就很多了 经常有人会排一天也排不上 其实那时没有排队这种事 大家就是往小神仙家里挤 谁先挤到就算谁 这样一来 其实效率反而低了 顺便说一句 小神仙看病的方法 就是病人哪里不好摸哪里 根据病的轻重 决定摸的时间长短 小神仙一开始也有他的原则 比如外乡人优先 病重的人优先 后来听说 小神仙答应 可以适当收病人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好多人都激动坏了 似乎小神仙肯收他们的东西 比给他们看病 还让他们开心 渐渐地开始有送米的 有送面的 有送茶叶的 有送鸡蛋的 还有送茶叶蛋的 当时大多数老百姓送给小神仙的 都是些不值钱的农府产品 主要也是因为贫穷 大家也拿不出别的 当然 有钱人有病的话 就去医院治了 不会想起小神仙 不过即使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 也有个三六九等 渐渐地稍微条件好的 就会试着 送给小神仙一些越来越贵重的东西 作为看病的报酬 渐渐地 小神仙也开始收烟酒一类的东西 烟酒这种东西 相信大家都明白 一瓶酒五块钱的油 一瓶酒五十万的也有 到这个时期 小神仙就不轻易给人看病了 据说是看的病人太多 小神仙身体吃不消 后来就改成 每天只看两三个病人 但是每天具体给哪两三个人看病 由小神仙的妈妈来决定 小神仙的妈妈 选择病人的标准就是 谁送的东西更让他满意 然后就是到了巅峰时期 小神仙的家距离我当时上学的学校不远 每天放学我都能看到好多人围在小神仙家外 甚至有跪在地上痛哭求见的 赶上周末没事的时候 我也会偶尔去看热闹 然后有一天就是一辆轿车的到来 那是完全不懂车 更别说拍照了 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村庄 谁家有辆三蹦子 就算上流人士了 要是有辆拖拉机 那在村子里都能横着走了 那辆停在小神仙门口的车上 下来四个人 一个司机 一个我们村长 另外两个人不认识 村长那天对那两个人的态度 是我们村民从没见过的讨好与谦卑 过后听说 那人是我们河北省会施家庄的一位高级干部 但这都是谣传 除了村东头的文盲大舌头刘寡妇 没有人能证实 看到村长 自然所有人都让开刀 村长和那人进到小神仙的家里 很久才出来 那天过后 又再来过两次 那段时间 小神仙几乎不接待病人了 除非送的里特别重 然后是小神仙的陨落 渐渐的普通老百姓发现 即使拿着茶叶蛋 也无法见到小神仙时 来找他看病的人 就开始减少了 病人越来越少 而小神仙在那段时间 也学会了抽烟喝酒 后来 小神仙家不知怎的 一下子就到了门口罗雀的地步 然后小神仙终于有一次走出家门室 被人看到他手指上的戒指没了 以便脸还是红肿的 他告诉大家 他犯了忌讳 是否不要他了 法术也收回去了 游爱刨根问底的 就一直深挖 最后得知 小神仙除了收重金以外 还破了色戒 老道士有段时间在其他地方云游 回来发现小神仙的事后气坏了 就把小神仙逐出了尸门 还打了他一耳光 俗话说 强倒众人推 小神仙不再是神仙以后 当时自称被他治好病的同村人 重口一词地否定了小神仙 都说根本没治好 最近又复发了之类的 到底哪句真哪句假 就不知道了 之后小神仙就落寞了 闽然中仙以 接下来说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比较普通 就是鬼压床 相信九成以上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 这个故事 我觉得比较值得记录的一点是 我是合同寝室的同学一起经历的 我们各几个全被压了 我那时在上大学 住校 一个野鸡大学 在青岛市内的校区上了两年 就被搬到了分校区 位于郊区的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校后就是一座野山 其实风景不错 但是一直没有开发成旅游区 没开发的原因是 那座山的后面 就是比山面积还大的一片陵远 学校宿舍楼分两栋 一栋男寝 一栋女寝 女寝和其他教学楼都是新楼 唯独男寝是个老建筑 建筑风格很奇葩 每一层的房间格局都不一样 一共五层 后来听说 那栋楼本来是个酒店 在原来的建筑基础上 改了下装修 就用来做宿舍了 毕业后工作原因经常住酒店 从31晚的小旅馆 到五星网上的酒店都住过 所以很确定 当年的宿舍确实是酒店来的 鬼压床的事情 就发生在我们刚知道 宿舍原来是酒店不久以后 有一天 我们和几个高年级的学生闲聊 他们说起这座酒店 制作一件在人际罕至的荒郊野外 是因为酒店原来主要从事的是一些非法活动 而酒店不再经营 是因为当年出事了 两个俄罗斯的女的死在了这里 死因众说纷纭 比较常见的几种说法有 一和朴客气冲突 被朴客杀死 二吸毒加上一些特殊行为导致的 就是害死了 三 两人是被人从俄罗斯拐卖到这边的 不堪受虏自杀了 我比较相信第三种说法 因为那两个女人亲口对我说过 他们是自杀的 寝室一共八个人 那次首先出现鬼压床的是寝室的老大 老大比我大两岁 也不知道怎么混的 竟然跟我同年级 那是个周日 晚上大家正常睡觉 忽然老大开始惨叫 他惨叫的声音像个老头子 大家都被他惊醒后 他吓扑的老三连推带打的 才把他弄醒 他醒了后整个人是傻的 完全呆呆的 说真的 他这个样子 比平时叨叨的样子萌多了 不过确实给大家下够呛 几分钟后 他恢复了意识 但是他可能是死要面子 只是一个劲的说没事 别的什么也不肯说 想想 如果他当时把事实说出来 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 其实后面的事说出来很简单 第二天 也就是周一 寝室老二被鬼压床 第三天 周二 老三鬼压床 第四天 周三 老四 第五天 周四 老五 我就是老四 重点说一下 那晚我被压的细节吧 其实因为是按年龄发生的 大家都心照不宣的 有些思想准备 那晚我睡得比较早 因为打小神经衰弱 所以经常性的很难入眠 躺床上一般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睡 但是那天 我记得很快就睡着了 因为被闹醒时 手机显示的时间离我刚睡下时还不久 是梦 睡着就开始做梦 两个身材高大的俄罗斯女人 穿着暴露 一直很豪放的大笑 他俩从远处走近我 老二和老三鬼压之后 隐约提到过他们的梦境 都是这两个女人 他们走近我后 有一段有些相艳的细节就不多说了 之后我和他俩聊天 过程很奇怪 我们都在说话 但是他俩的语言我完全听不懂 应该是俄语 但是我又能完全知道 他俩在说什么 交流完全没有障碍 这种感觉我不太知道怎么形容 聊天的大致内容就是 他俩觉得死得挺冤的 死后也离不开这里 但是他俩一直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我问他俩一些问题 他俩也嘻嘻哈哈地答复我 他俩承认 宿舍这几天挨个背压床 是他俩做的 我记得最后一个场景是 我问他俩 那么今天是不是该我了 他俩开始放声大笑 笑得都有些失控了 然后忽然脸变得极度猙獰 现在想想 内室的膀胱真好 竟然没尿床 然后只猙獰了一瞬间 我就听到他俩说 对呀 然后就向我扑过来 压在我身上 然后我就醒了 醒来后 我身体完全不能动 包括眼皮嘴巴等等 甚至呼吸也是停止的 心跳不知道停没停 我感觉整个人都被困住了 然后我在快窒息时 想起以前听说的解除办法 就是骂脏话 可能是快窒息的原因吧 身体潜能被激发了一些 连踢带骂 忽然就能动了 我记得我踢了两脚 骂了三句滚 然后就能呼吸了 心跳的跟出练似的 寝室没睡的人 说我叫了好多声 踢了很久 最后甚至整个人都弹气很高 重重落下 然后才是我记忆里的三声滚和两脚踢 大家都醒了 唯独离我最近的我的下铺 反而睡得沉沉的 我下铺就是老五 果然 我被压的第二天 也就是周四 这次是老五 老五被压然后醒来时 床都快被他晃散了 我记得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走向卫生间洗了又洗 才回来接着睡的 这次大家都没再问什么 因为已经被鬼压过的几个室友都很明白 我们几个连梦都基本是一致的 隔天 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寝室老六的表情吧 那天我们都不太敢跟他说话 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 不过局也是在那天破的 说起来很简单 那天是周五了 大家商量了一下 晚上不再寝室过夜 而且不睡觉 最好的办法 网吧通宵 八个人一起 从周五晚上通宵到周日晚上 连着三天 白天困了 就跑去关系好的其他寝室凑合 睡一小会儿 周一晚上 我们回寝室 恢复正常生活 准备睡觉 那晚心理压力最大的应该是老六 他久久未入睡 时不时来几句话 想跟别人聊天 但是连着三天都没怎么睡觉 大家都困得够呛 很快就都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老六没事 没再被压 他兴奋了一整天 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前五个也松了一口气 之后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至于老七老八 他俩没戏份 就在结尾提这么一嘴 就当是跑了个龙涛吧